伴随着胡夏的深情演唱 三地新魔幻武侠巨制 四大名部二主题曲 《放下MV》的发布会正式启动 MV上感的旋律让大家似乎感觉到 四大名部二将主打情感盘 对此导演陈嘉尚表示 续集的感情戏绝对比第一部更多更复杂 感情也比较重 比较复杂 尤其是易飞的戏 从第一部相对比较平淡 其实第二集对他来说打击很大 很多戏但很难演 在续集中刘亦菲饰演的无情 感情戏相当吃重 爱恨情仇错综复杂 若即若离难以分辨 保重二十报恩 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你不是说你从来都不骗我的吗 我一直不去回忆 一会儿没回忆一次 我的心就痛一次 片中邓超扮演的冷血和刘亦菲出演的无情 从爱人变成了敌人 这其中除了有江一燕从中破坏 似乎和铁手奏照龙也有点关系 铁手跟他的关系 就是一兄一友一父 就是好多好多复杂的成分都有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揭露一下我创作过程当中的想象 就是我一直觉得无情是有一些喜欢铁手的 早在四大名古中自称是科学家的铁手邓超龙 就曾亲自为无情制作轮椅 到了续集中 他更是潜心研究 将爱心礼物来了个全面升级 可即便是这样互助有爱的两人 最终却刀剑相对 这中间又有何选机呢 说到当初拍摄这场戏 刘亦菲至今想来都有点难受 自己在那里封演了十多分钟 导演愣是不喊停 我爸封他也不喊他 那我就继续封得还挺开心的 他封了我也不喊他 可是理他我很开心 我看到亦菲完全另外一个一面 大美女又哭又闹不顾形象 疯狂演戏着实令人惊讶 而刘亦菲却坦言 如今自己的心态 就像主题曲一样 早已学会了放下 任何杂念吧 因为我觉得演员就是真的要抛开 很多别人对你的表扬也好 质疑也好 明和利啊 还有鲜花掌声啊 失败啊成功啊 这都得放下你才能去演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 刘亦菲的表演才更加精彩细腻 此外搭档柳妍也爆料 刘亦菲此番的打戏也很精彩 刘亦菲其实也真是二三才开始打 因为之前是坐在轮椅上 但没想到他打得那么好 所以我听说导演给他 在四大名簿二三 有加重了他打戏的部分